提到器官移植 我们都知道器官来源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有很多人急需器官捐赠 不过最后却往往等不到 但是现在已经有科学家 利用可以制造3D模型的印表机 运用病人自己的干细胞当作油墨 培养出属于自体移植的全新器官 希望可以救自己的一命 而这项技术看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不过对长远的医学发展来说 将是一大突破 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总是永远多过于器官捐赠的人 而且移植外来的器官 还得面临排斥的问题 国外出现了一种 可以打造汽车车体的3D列印技术 科学家们突发奇想 想要利用这样的技术来列印复制器官 我们把原本3D列印的这个材料或墨水 换成生物性的墨水 生物性的墨水里面 会包含一些相关具有功能性的细胞 以及细胞的一些调节因子 那我们可以透过列印的技术 把细胞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 以便让这些细胞 能够透过彼此机械的交互作用 来达到器官的功能 器官列印技术的墨水 可以从病人自己的干细胞培养出来 属于自体移植 比较不会有排斥的反应 目前国外已经列印出结构 比较简单的血管组织 虽然3D器官列印听起来 像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过科学家们相信 10年内就可以列印出皮肤 等结构比较简单的人体器官 20年到30年后 有机会列印出肝脏心脏跟肾脏 用来移植到需要的病人身上 干细胞的应用无穷 但肿瘤干细胞却是癌症的根源 目前台大也希望能够找出 可以诱导肿瘤干细胞 分化为正常细胞的药物 让肿瘤干细胞能够不再作恶 记者陈淑君印磊七台北报道 谢谢 谢谢